张飞一毛刺中徐楚,顿时翻身落马受到重创,他后来还赶狂骂,兵有十万不足率,虎猴驻曹霸许多。 徐楚,自中康,代号虎翅,被曹操称赞为五只繁快。 他曾双手各抓住两头牛尾巴,使其倒行百余步。 演义十二回,徐楚刚出世,与古之二来点位大战三天,不分胜负。 徐楚归顺曹操后,受到曹操青睐,受到重用。 尤其是左膀点位战死后,曹操更加器重谨慎的右臂徐楚。 战场上,徐楚曾升勤合一以及黄金树百旗两合斩杀吕布大将李峰,一刀斩杀李军万圣李仙,几元潭大将银海。 还有他和赵云大战三十合不分胜败,致必为掩护曹操无安马力战张飞,裸一恶斗马超二百三十多回合不分胜负等等。 总之一句话,徐楚很狂,战场上斩杀大量敌将,曾和点位赵云马超大战不落下风。 就是这样的一个狂人,和中战役中,他因酒醉不敌验人张飞,被齐一毛赐于马下,被部下拼死救回。 之后,徐楚便向被拔掉牙齿的老虎,改吃素了,没有在战场上耀武扬威。 这是为何? 依据演艺分析如下,得出三个原因。 其一,徐楚被张飞赐了一毛,犯了恐非综合症,他还敢狂马。 他三次遇到张飞,前两次没有占到便宜,第三次已惨败告终。 第一次,演艺41回,张飞和徐楚两人首次对战。 徐楚等人刚在新野县城被火烧,元气大伤,对上养精蓄锐的张飞,自然不是其对手。 徐楚的目的是掩护主将曹仁逃走,因此他不敢恋战,交手术和便夺路而走。 演艺中相关描述如下,却说张飞因关公放了上流水, 随隐君从下流杀将来,截住曹仁魂杀。 呼吁徐楚,便于交锋。徐楚不敢恋战,夺路走脱。 第二次,五十四回,赤壁之战中,曹操败退之时, 二次大小诸葛亮周瑜不会用兵,引出张飞。 此时,曹仁重将疲惫不堪,看到当年贺段当阳桥的燕仁张飞,进阶感寒。 徐楚却毫无惧色,骑着乌安之马迎战张飞, 后张辽、徐晃也加入战团,围攻张飞。 这次,徐楚为了掩护曹操撤退,并没有和张飞此战,不分胜负。 卓军重将见了张飞,进阶感寒。 徐楚其无安马来战张飞。 张辽、徐晃二将,纵马也来加攻,两边军马混战做一团。 曹仙拨马走脱,朱将各自脱身。 第三次,演艺72回,汉中战役中,徐楚押送梁草, 却因九岁被张飞一毛赐于马下,身受重伤。 这一次,徐楚丢人丢到家了,他败在了一向看不起的张飞手上。 无论是什么原因,徐楚败了,还败得很惨,差点回不去了。 其二,徐楚被张飞刺了一毛,身受重伤,感觉非常丢人,因此没有张狂。 众所周知,古代前线负伤挂财,可以退回后方疗伤。 一般情况,战场上,像徐楚这样被敌方大将结结实实地刺了一毛,轻多吉少。 如三国战场上很多大将都是被一刀一毛一枪毙命的,没有抢救的机会。 而徐楚比较幸运,被亲兵拼死救回。 虽然徐楚被手下救回,他被张飞刺了一毛事事时,为此以示万鉴。 徐楚被亲兵救回曹营后,曹操并未怪罪及丢失粮草之罪, 主妇军医治疗,亲自提兵同刘备决战,为徐楚出气。 演义中相关描述如下,却说众将保着徐楚,回见曹操。 曹令医事辽制金窗,一面亲自提兵来与蜀兵决战。 徐楚这次受伤严重,想要恢复如初,需要很久。 因此,徐楚久久不能恢复到巅峰时期, 也就不能归队上前线,改行搞搞后勤之类的。 总之,徐楚负伤之后,失去了上战场的机会。 其三,徐楚被张飞赐了一毛, 伤狱后专职负责曹操的安保工作, 低调财是王道,因此没有张狂。 汉中直战后,曹操认为汉中是一块鸡肋, 气质可惜,实质无畏。 因此,他变功为首,减少对外征战。 作为虎将的徐楚也没有了用武之地, 他专职负责曹操的安保工作。 曹操后期,很少御驾亲征, 作为进卫军统领的徐楚自然也不会到达前线。 徐楚作为曹操的护卫统领,还是很合格的。 有一次,刺客徐他等人想要谋杀曹操, 估计徐楚与曹操形影不离,无法下手。 徐楚也是人,他太累了,便回家休息了。 他回到家里心神不宁, 立即回到曹操身边, 看到徐他怀疑其想要谋害主公曹操, 便将其斩杀。 因此,曹操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徐楚, 可以高枕无忧。 徐楚被张飞刺伤后, 懂得了一个道理, 在战场上刀剑无眼, 想要活下来,必须低调形势。 此后,他很少自告奋勇, 主动挑战敌方大将, 改掉了目中无人,狂妄自大的毛病, 专心护卫曹操安全。 每日更新,欢迎讨论。 未经讨论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